我有几个华人朋友 因为他们在法国做包租工 包租婆 自己本身没有工作 平时就收收租 就和我分享一个他们要交的税 叫做PUMA 因为作为收租地主 自己不劳作 不用交工资税 但是又享受国家的医疗 所以要交这个税收 具体的要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 才需要交 来看看你们符不符合 符合的可以留言告诉我 第一个 您和您的配偶在法国从事职业活动收入 作为雇员 类似雇员 独立经营者或者小企业经营者 低于年度社会保障上限 PASS的20% 2023年税前收入是NAT UNBUSABLE 低于8798.4欧 第二个 您和您的配偶没有替代收入 养老金啊 残疾金啊 失业补贴啊 第三个 您在2023年拥有的资产和资本收入 超过21996欧元 即年度社会保障上限的50% 不知道你们看懂没有 一句话 就是如果你们自己不工作 或者偶尔工作 收入少于8700多欧 但是每年拿的房租或者分红 超过21996欧 那么就要交税了 交的税啊 是要超过这个21996欧以上的部分 是从6.5%开始慢慢递减来交的 举个例子 这个人的收入是12万欧元 如果符合Puma这个条件的话 那么他要交4499欧的税 如果不知道如何成为包租公包租婆 欢迎关注我哦 各种法国买房干货 每个月都一对一协助很多人买到心仪的房产 记得给我点个单再走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